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武术电影迎来了它的辉煌岁月,两位巨星,成龙与李小龙,犹如双子星般璀璨夺目,引领着这一领域的风骚,他们天赋异禀,对武术电影事业满怀激情,却各自拥有独树一致的战斗风格,共同书写了武术电影的传奇篇章《李小龙》,以原始力量和速度为武器, 将武术的力量与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成龙则巧妙地将喜剧元素与精简特技相融合,为武术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幽默与创新,尽管时光荏苒,成龙依然活跃在荧幕之上,续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而李小龙的生命却不禁被神秘因素所截断,令人扼腕叹息,那么,成龙对于这位挚友的生活, 时代以及突如其来的离世又有何感想呢?他们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又是什么呢? 今日,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些谜团,李小龙在七十年代初的横空出世,如同一股强劲的旋风席卷了整个武术电影界, 他凭借惊人的武术记忆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迅速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与尊敬,而成龙则在七十年代后期, 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为武术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色彩,他们携手并进,共同开创了武术电影的新机缘, 成龙回忆起自己作为特技演员的生涯时,脸上洋溢着难以言喻的兴奋与自豪, 尽管这项工作对体力要求极高,但每当肾上腺素飙升,成就感涌上心头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他坦言,如果能够熟练掌握不同的武术风格,那么薪水将会水涨船高, 而成龙的熟练程度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谈及与李小龙的初词相遇,成龙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场混乱而激烈的棍棒大战。 大约有二十名临时演员参与其中,在这场战斗中, 成龙必须挺身而出,面对强大的反派角色。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小龙竟然亲自下场,抓住了成龙,与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并肩作战。 对于成龙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尽管这只是他们短暂的一次交集, 但这份珍贵的记忆却永远镇刻在了成龙的心中。 李小龙的闯入无疑为武术电影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他成名之前,中国已经有了武侠片的传统, 但李小龙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方式将其推向了世界。 他的电影《大老板》不仅展示了其超凡的武术技艺和迷人的个人魅力, 更让全球观众为之倾倒和敬畏。 这部电影的影响力之广,至深,至今仍无人能及, 李小龙的成长背景也为他的武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出生于旧金山,却在香港度过了动荡不安的童年时光。 这段经历让他变得坚韧不拔,适应力极强。 从16岁开始,他便在永春拳大师叶问的指导下刻苦研习武术。 他不仅精通永春拳,还广泛涉了武士太极拳,西方拳击。 柔术和柔道等多种武术流派, 他甚至从拳击传奇人物穆罕默德、阿里等杰出拳手身上汲取灵感, 不断学习和进步。 这种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奉献精神, 最终铸就了他独特的武术风格和方法。 然而,尽管成龙和李小龙都拥有令人瞩目的武术技艺和成就, 但他们的方法哲学却存在着关键的区别。 成龙最初接触武术是为了娱乐和表演, 因此他的训练更加注重杂技和表演能力的融合。 而李小龙则是从实战出发, 致力于成为一名真正的斗士。 这种不同的训练方法也导致了他们在武术风格和表现力上的差异。 在成龙担任李小龙电影《龙争虎斗》的特技演员期间, 两人曾有过一次难忘的交集, 在一场激烈的打斗场景中, 成龙不慎被李小龙的棍子打到了脸, 尽管疼痛难忍, 但成龙却夸大了自己的反应, 以此向偶像表示敬意, 而李小龙在得知真相后, 也立即向成龙表示了真诚的歉意。 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两位武术传奇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背后那份对武术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 尽管成龙和李小龙的道路最终没有在荧幕上再次直接相交, 但他们都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在武术电影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们的传奇故事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追求卓越, 而成龙对于与李小龙的那次短暂交集也倍感珍惜, 因为他不仅让他有机会与偶像亲密接触, 更让他深刻体会到了李小龙作为武术偶像的非凡影响力。 李小龙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武术技艺和电影成就上, 更在于他如何改变了电影行业的选角标准, 他的电影开创性地推动了电影公司优先考虑那些具备真正武术技能的演员, 这一变革性的方法铺就了无数功夫明星的崛起之路, 其中包括戈登、刘武等, 最终也包括成龙本人, 起初制片厂将成龙视为李小龙的潜在接班人, 但成龙凭借自己独特的喜剧和杂技风格, 最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并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了传奇人物, 尽管他们之间的互动有限, 但成龙坦言李小龙对他的影响深远, 李小龙的奉献精神和专业素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并激发了他独特的特技执行方法,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成龙个人的事业上, 更在整个武术和电影行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小龙的遗产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 从演员,特技演员到导演, 他的影响力塑造了动作片的创作方式, 突破了荧幕的极限, 为动作电影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石, 1973年李小龙不幸去世后, 香港电影业急于寻找新的武术巨星, 成龙凭借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和个人魅力, 迅速展露头角,成为有力的竞争者, 然而,成龙并没有选择模仿李小龙标志性的格斗风格, 而是开辟了一条大胆的道路, 他深知简单的模仿是无法超越李小龙的, 因此他决定走自己的路, 这一决定最终成就了他作为独特而受人喜爱的武术偶像的地位, 成龙的电影不仅仅是令人惊叹的武术展示, 更融入了他天生的喜剧天赋和无可否认的魅力, 他将惊心动魄的动作与令人捧腹的幽默巧妙结合, 证明了自己并非仅仅是李小龙的替代品, 随着成龙的知名度日益提升, 他依然致力于澄清围绕李小龙悲剧死亡的阴谋论, 尊重他的前辈并维护其遗产的纯洁性, 成龙的喜剧天赋和杂技打斗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他证明了虽然两人都是武术大师, 但成龙并非李小龙的接班人, 他们各自在电影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独特的战斗风格巩固了他们的传奇地位, 成龙甚至公开谈论了围绕李小龙之死的阴谋论, 坚持追求真相而非谣言, 尽管成龙和李小龙的职业道路有所不同, 但他们永远被视为塑造了武术电影的偶像, 他们的遗产继续激励着世界各地的观众, 并成为了武术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李小龙的原始力量和速度, 还是成龙的喜剧和杂技风格,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定义了武术电影, 并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 在一次深入的采访中, 成龙遭遇了一个别开生命的提问, 如果他们两人在各自的巅峰时期进行一场对决, 谁会胜出? 成龙给出的回答既谦逊又出人意料, 他坦言李小龙会是更优秀的拳手, 他详细描述了李小龙那令人惊叹的体能, 低脂肪率, 印象深刻的肌肉线条, 以及独特的身体结构, 这些都让成龙深感敬佩, 即便在身高上占有优势, 成龙也承认李小龙的肌肉质量更为强大, 尽管进行了这样的比较, 成龙对李小龙的尊敬之情却丝毫未减, 他甚至还分享了自己曾在李小龙的一些电影中担任特技替身的经历, 这段回忆充满了深情与敬意, 成龙笑称, 自己曾想过创造一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格斗风格, 比如Jackie Condell或Tom Condell来与李小龙的传奇相抗衡, 但随即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强调了他对李小龙的深深敬仰, 成龙的话语不仅彰显了他对李小龙的尊重, 也凸显了他自己独特的身份和对武术电影的卓越贡献, 他的标志性风格融合了大胆的特技, 身体幽默和独特的个性, 使他成为了一个与李小龙不同, 但又同样伟大的传奇人物, 而李小龙的才华远不止于武术领域, 他是一个真正的伯爵多才者, 对知识的渴望从未停止, 在大学期间, 他深入研究了戏剧, 哲学核心理学, 这种对智慧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图书馆, 藏书涵盖了各种流派, 其中哲学在武术中占据了特殊地位, 古代东方哲学, 尤其是佛教和道教, 对李小龙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通过一系列自由诗来捕捉这些信仰的精髓, 此外, 李小龙还对恰恰舞报有极大的热情, 在他年轻时, 他曾在舞池中优雅地展现自己的风采, 甚至在18岁时赢得了恰恰舞比赛, 一本写满了108张恰恰舞草图的笔记本, 见证了他对掌握复杂舞蹈的执着追求, 凸显了他的纪律性和多才多艺, 同样, 成龙的才华也超越了银幕, 上世纪80年代, 他在北京戏曲学校的训练, 使他在表演之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音乐家, 他冒险涉足音乐制作领域, 为自己的电影《Steam Songs》配音, 注入了标志性的魅力和才华, 成龙甚至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等著名活动中登上舞台, 通过表演和音乐吸引观众, 巩固了他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的地位, 在1997年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理查德、 詹姆斯、哈维斯的采访时, 成龙公开表达了对李小龙的崇拜之情, 以及他从这位武术偶像身上学到的宝贵经验, 他钦佩李小龙的个人魅力, 强大的舞台表现力, 以及他每一次出拳背后的深远影响, 李小龙对成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他一直是成龙武术生涯的灵感和动力来源, 成龙从李小龙身上学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训是,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期望, 保持真实的自我至关重要。 李小龙在成为武术图标的过程中, 不断接受审视, 需要在要求苛刻的行业中证明自己, 他意识到, 比起实现超人的期望, 个人成长更为重要。 这一见解极大的影响了成龙的职业生涯, 使他能够接受自己独特的天赋和局限性, 专注于发展自己的风格, 而不是盲目模仿李小龙的成功。 成龙对李小龙的崇拜和他愿意分享的经验教训, 凸显了李小龙对武术界的深远影响。 李小龙的遗产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身体素质和标志性地位上, 更在于他传授给那些追随他脚步的人的智慧, 这些智慧塑造了武术电影的未来。 然而, 最令人震惊的是成龙即将揭露的关于李小龙的显为人知的故事。 这一启示注定既具有启发性又发人身性, 可能会改变我们对李小龙的看法。 我们成邀你加入我们的对话, 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一起探讨是什么让李小龙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偶像——李小龙。 这位在武术界和电影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印记的传奇人物, 在他年仅32岁时突然离世, 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且充满猜测的话题。 他的趣事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留下了无数未解之谜,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推测。 成龙 作为李小龙的长期朋友和同事, 在最近的热门脱口秀节目 Swiss Universe的采访中, 深入探讨了他与李小龙合作的记忆, 在承认李小龙的才华和独特性格的同时,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围绕他死亡的种种谣言和阴谋论。 成龙对这些耸人听闻的猜测表示了明显的不相信, 他质疑这些古怪的说法是如何引起公众关注的, 并指出他们模糊了他对朋友真实记忆的认识。 他强调了一个在香港广为人知的事实, 官方试检报告将李小龙的死因列为意外死亡。 据成龙回忆, 李小龙在去世前曾经历严重的头痛, 类似于在拍摄《龙争虎斗》, 时发生的情况, 他突然昏倒并癫痫发作, 被紧急送往医院, 医生诊断他患有脑水肿, 一种脑部肿胀的病症, 经过治疗, 李小龙似乎恢复得很快, 重新焕发了活力。 然而, 命运在1973年6月, 再次对李小龙发起了挑战, 他的头痛再次发作, 医生给他开了一种含有甲肌饼酸盐的止痛药, 不幸的是, 这种药物引发了李小龙致命的过敏反应, 导致了他的意外死亡。 尽管官方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死因, 但围绕李小龙之死的猜测和阴谋论, 仍然层出不穷。 有人指责犯罪组织三合会为了报复李小龙, 拒绝与他们合作而制造了这起悲剧。 另一种说法则是家族诅咒导致了李小龙的死亡, 因为他的父亲也在神秘的情况下去世了。 此外, 还有关于女演员丁萍萍的传言, 他曾与李小龙有过绯闻, 并在多年后出版了一本名为《最美好的时光》的书, 详细描述了与李小龙的亲密关系。 这引发了人们对他是否对李小龙之死父有部分责任的质疑。 然而, 这些猜测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 除了这些个人层面的猜测外, 还有人提出了更广泛的阴谋论。 有人认为李小龙的死是娱乐行业或执法部门有影响力的人物 精心策划的掩盖行动, 目的是保护相关人员的名誉或避免公众争议。 这些理论虽然引人入胜, 但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来证实 医疗失误或谋杀的可能性也被提出。 一些人质疑李小龙死前是否得到了准确的诊断或治疗, 而更极端的理论则认为 他可能是被医疗团队故意下毒或伤害的。 这些猜测虽然令人震惊, 但同样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 尽管围绕李小龙之死的谜团仍然存在,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位非凡的天才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离开了我们, 他的去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也让我们思考如何珍惜和铭记那些 在我们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 无论真相如何, 李小龙的精神和成就都将永远铭记在武术和电影史上, 关于李小龙的死亡原因, 尽管存在许多猜测和阴谋论, 但根据已知的信息和官方报告, 他的死因被认定为意外死亡, 具体是由于服用了一种含有甲肌饼酸炎的止痛药后 引发的致命过敏反应, 这一结论是基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试检结果得出的。 然而, 我也理解为什么这个结论并没有完全平息公众的疑问, 李小龙是一位备受尊敬和崇拜的武术家和电影明星, 他的突然离世无疑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和悲痛, 因此, 人们倾向于寻找更复杂, 更具戏剧性的解释来填补这一空白, 这也是人性中对于未知和神秘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的体现, 但无论如何, 我们应该尊重科学和事实, 以官方报告为准, 同时, 我们也应该铭记李小龙的遗产和贡献, 他通过电影和武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他的精神和影响力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最后, 关于李小龙的死亡原因, 虽然存在许多猜测和争议, 但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不要轻信没有确凿证据支持的谣言和阴谋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圆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snail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耐ety 感谢观看